爸爸 老婆 你们怎么来了 我 想妈妈了 我想跟她聊聊天 你觉得去哪儿啊 我去趟公司 那这样 我进去跟妈妈聊天 这天之后也没什么事 让她去公司跟你一块看看 走吧 来 小心点 什么意思 爸 今天 他真的挺有才的 他有才 不堪大用 堪不堪大用 不得看您怎么教导吗 爸爸 他是于氏的女婿 我的丈夫 孩子的爸爸 我说你怎么就不理解 爸爸的良苦用心啊 整天 他不靠谱 他不靠谱谁靠谱呀 爸爸 好了 好了 我说不够你 你就算不着吧 嗯 去吧 陪妈妈好好聊聊天 好嘞 跟爸爸一块儿去公司吧 去吧 那我先走了啊 好 小心点 快送你上次 小心 好好躺啊 慢着点 走吧 爸爸 去吧 去吧 赤天 爸 这次跟梅凯的合作案 你很积极啊 你是不是见过他们了 我知道 公司也很想拿下这笔生意 我会想办法 你想办法 我怕你又搞砸了 这次绝对不会 露露她一直要求我 多给你一些机会 如果让我发现 你有对不起露露的地方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知道 送你回去以后 我出门一趟 晚上有哥们的聚会 如果玩得太晚 我直接在那儿睡了 她回来吵到你 看什么 一个主播 反正叫什么纳姆 唱得好不好 我看吧 好不好看 就一般般吧 多帅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你吗 是我 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 我关注你好久了 谢谢 后面还会有更精彩的 我 我能跟你合了影吗 可以 不好意思 我太太 不适合酒站 我们先走了 恭喜啊 我下次不许你再这么干的 我愿意被他看到你塞房卡到我口袋怎么办 那你就不要再来找我好了 我就是塞了 我就是看见你对他那么好 是你不舒服吗 你吃醋了 再没有 是啊 我不对他好 我怎么拿得到于世的钱跟资源 早就听说 于家的女儿钱好万好 人长得还漂亮 经生一件 也不过如此嘛 是我漂亮 还是他漂亮 明镜与点点栏目